來,大家拍手 拍手 拍手 讓各位往後拍下 我們營建署的大樓 已經剩下了一個美麗的布條 請各位今天 都磊會大會的委員 請您支持暫停審議 全區訂正 這就是我們今天反破千的居民 跟聲援社團來這裡最主要的訴求 暫停審議 暫停審議 全區訂正 全區訂正 暫停審議 全區訂正 我們看到我們的內政部官員 真的是很沒有啞亮 連這麼簡單 依法行政程序法 這麼簡單的規定 都不願意召開聽證會 這表示什麼 他們對航空城 所有裡面的要做的建設 的公益性必要性 是沒有信心的 大家居民的訴求是什麼 剛剛大家已經看到 從上面掛下來的布條 非常清楚我們的居民要求暫停審議 要求暫停審議 然後全區召開行政聽證 那召開行政聽證的目的就是要討論每一區 徵收區的公益性跟必要性 剛剛站出來的居民這三塊 都是化成住宅區 我們看不出來為什麼 基本上 航空城現在藍色這整片 這整區 下半部這一大片 全部都是化成住宅區 我們不知道 這除了草地平還可以講什麼 既然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求要召開行政聽證 就航空城全區 包括第三跑道 都重新討論它的公益性跟必要性 再看看要不要繼續徵收 第二點 我們要求暫停審議 因為我們認為葉士文 蔡仁惠跟遠窮集團 都是在桃園航空城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有相當的利益的射擊 因此我們強調要求檢調不要吵吵的 就起訴葉士文就把這整個弊案壓下來 應該查清楚 已經很清楚了 他們跟航空城有很大的關係 葉士文本來在這裡當一線處長 去了桃園縣政府之後 也是他主力在推航空城案的 我們認為檢調必須把這件事情 葉士文碧案跟航空城的關係 清查清楚之後 才能夠繼續在審議 繼續在推動航空城計畫 第三點 我們要求第三跑道的部分 至少在第三跑道的部分 因為它涉及三口非常巨大的皮糖的甜品 以及涉及北邊沙輪油庫 飛機飛行高速的時候 油切可能產生爆炸的問題 種種危險 以及這邊的土質 到底適不適合蓋第三跑道 再包括交通部 其實自己曾經提過 四五個不同的替代方案 也就是說 跑道不一定要建在這裡 他們有各式各樣的方案 有些只需要在既有的機場園區 做一些跑道的北移跟南移 就可以解決客戶運量的問題 因此我們強烈要求 舊機場的配置 第三跑道的配置 一定要先舉行個案環評 才能夠送都委會大會 因此基於以上的理由 我們的居民要求 立即暫停審議 立即召開行政聽證會 重新檢視一切的公益性跟必要性 最後 最後我們所有的居民 今天最重要的訴求 就是要求我們的都市計畫委員 除了縮小範圍之外 這個三四千公頃的區域 不能一次開發 這樣子會拖垮我們國家的財政 五千五百億是用舉債的方式 跟銀行借錢來處理的 全民將揹債 我們從來沒有一個開發案 是四千多公頃一次這樣開發的 但我們現在知道的是交通部的範圍 包括這裡跟這邊整個區塊 兩千多公頃 堅持一次開發 然後我們也知道 桃園縣政府目前第一期規劃 這一整片 包括這一整片 都是第一期 唯一被劃成第二期的目前規劃案 只有這一小塊而已 我們覺得這個非常的不合理 這表示你的第一期 還是將近三千公頃 我們最大 之前最大的開發案 最多六百多公頃而已 這個一次要開發三千公頃 我們國家吃得消 桃園縣政府做得下去嗎 所以我們強烈要求 今天都委會最後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要看到一個合情合理的 分期分期的方案 分期分區的方案 這是都市計畫法第十七條的要求 它要求我們的都市計畫 有成長管理的概念 必須要做細緻的分期分區 跟每一區的財務計畫 都要能夠合可行才能夠進行 因此這是我們居民最後的訴求 這就是我們支持出來的任委員 會高特來出聲 要讓我們精出團圓的 將任委員 我們支持 好嗎 我們在裡面 繼續跟我們請拼了 好嗎 好 廖立委 加油 廖立委 加油 廖立委 加油 廖立委